中国军机环台飞行 国防部说孔臣常态化 这是第一次中共的军机绕行台湾一圈 是不是第一次 是的 上月25号中国两架轰6K长城轰炸机 一架TU-154电子作战侦察机 一架运8电子侦察机 和两架苏凯30战机 从广东朝巴士海峡方向飞行 两架苏凯30折返中国后 剩下的飞机沿着我国东部防空识别区 进入日本宫古岛上空 和另外两架从东海飞来的苏凯30会合后 再一起飞回中国 我并不讶异 我觉得时间也不算早 他有这个能力嘛 他为什么不去展示这个能力 未来会不会常态化 他自己讲了 他现在都变成他的例行性的学习 来的频繁越多 我们当然压力越大 但是我们现在的目前的机制 是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嘛 政治中心台北报导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